牧牛湖之籍 鱼共生的干净大闸蟹 虽然杨城湖和太湖蟹很出名 但位在长江流域的安徽牧牛湖 却是以生态养殖的大闸蟹闻名 这回就让我们跟着爱吃蟹的林青蓉 来看看干净的大闸蟹 都是怎么养出来的 这个位在当图县乌西镇的小村落 整个村都是以养蟹苗为生 它是毛蟹 它是长江系的一种种蟹 我们从它那个父母线交配 吃了这么多年大闸蟹 第一次知道说大闸蟹原来育成这么的不容易 这里的母蟹要跑到很远的崇明岛那里 去那里的公蟹交配 才能够变成蟹苗 再回到这里住一年 然后再到牧牛湖住一年 哇哦 真是不容易啊 长大的蟹苗就会来到这个四周种满香蟑树和灌木的狐狸生活 这水很凉而且很干净到处都是水草 平常这个大闸蟹是跟鱼住在一起的 不过现在大闸蟹已经捞起来放到另外一个池子 这里可以看到哦 现在鱼蟹正在后面捕鱼了耶 我们划着小舟来到牧牛湖最大的养殖中心 岸边果然钓着一个个蟹笼 只要把笼子提起来就可以捞到生龙活虎的大闸蟹了 捞捕上岸的大闸蟹还得经过严格的挑选分级 我们抓到一只螃蟹 信线捕得越高 说明它这只螃蟹相对来说成熟一点 挑出来的好螃蟹就可以绑绳装箱 上飞机送到台湾了 不过我们已经迫不及待 先煮一大盘来尝尝 拨开一看果然有满满的白糕和蟹黄 天下美味莫过于此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